今天的ET国股推介是 江西同业358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 原因是港股大涨小汇已经升底目标 24,500点水平 如果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话 可以挑战25,600点水平 24,000点关头首个支持 美国12月的通胀率高企达到7% 不因为供应链售了 大宗商品价格趋升 高成最新上调了铝和新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 资源股预料会受惠 当中可以留意江桐 按中国会计准则 江桐在2021年头三季 盈利按年增长1.9倍 达到大约45亿人民币 全年来说 根据彭博预测 江桐盈利预料会录得大约57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1.5倍 策略上 建议13元附近收集江桐 目标15.7跌穿12元减持 中文字幕作曲 李宗盈利